我现在是在华沙的老城漫步 我穿过小巷 走过小巷 华沙的游人不是太多 这是一个 这都是战后新建的房子 这是一个博物馆 不认识 语言不通 走到了小巷的尽头 遛狗的 这是一个城墙 我不想上去了 太累了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墙 太高了 我不想上去了 顺着这条路 不知道通向何方 又是一个老城墙吗 小鸽子 小鸽子 好多小飞虫 通 好像不通 可能就是过去的皇宫的城墙吗 还是古城堡 我先走试试吧 肥鸽子 肥鸽子 这就是老城的一个城堡 这边可以通到街道上 然后上街道再过去 OK 走上街道 好 接着在老城漫步 这是一个我不知道名字的教堂 一会儿我们可以拐回头 进到那个城堡里 因为不用爬楼梯了 其实在欧洲多个国家 这种老城都大同小异都差不多 就是有个广场 然后有些街道 对 当然是吉市 对 谁都知道这是天主教堂 因为在波兰就是天主教 现在好多小女孩 吃得好肥 吃得好肥呀 都快 飞不起来了 然后 和人民币有什么关系 马车 我是不会坐马车的 我是不会坐马车的 是一个酒吧 或者是一个小餐馆 波兰的 波兰的 波兰的游客并不是太多 但我看波兰当地人 总体上他们的表情还残留着二战之后的疲惫 还有前苏联统治下的冷漠 好 现在可以到这个教堂里面看一下 教堂都是大同小异 我攻略没有做好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好 到教堂里面就比较肃静 也不认识 也不认识 好吧 好吧 你确定城堡不见了 不见了 就走 往这个方向走 我到这个店看一下 有没有波兰著名的美食 叫牛肚汤 适合华人口味的牛肚汤 适合华人口味的牛肚汤 好 好 接着往前走 下起了嘶嘶的小雨 有啊 有啊 有一点点啊 上停一下 又转回了城堡这边 好 接着录下一个 这里 这个视频已经太长了 拜拜